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许就是丁度的片子既不能像九州半苦月亮那样列为艺术的情色片 也不会把巴拉斯的片子归为色情片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 尽管她被很多人誉为情色片大师 但她的片子却不能被称为艺术 而情人别为我哭泣这部片子 就是以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女子卡拉想要寻找真爱为切入点开始的 卡拉是一个年轻性感的漂亮姑娘 这天她穿着一系超短裙迈着性感迷人的步伐穿过一个公园 赶去房地产中介公司 公园里有形形色色的人 旁若无人的调情着 有一男一女在草坪上追逐打闹 最后女人将男人拉到大树后主动亲吻 还有一对男女直接在露天的草坪上上演了一出活春图 另一边一对好机友也是不甘示弱 在公园的长椅上示弱无人的开始抖M 即使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画面 我们的女主卡拉依然表现得十分淡定 甚至在遇到暴露狂对着她疯狂展示 也表现得非常淡定 直接掀起短裙露出自己的翘臀 来了个360度无死角的展示 直接经得暴露狂仓皇而逃 来到房屋中介所 卡拉向工作人员莫尤拉说出了自己的租房要求 原来卡拉之所以想要租房子 是因为自己的男朋友马蒂尔要参加建筑师考试 卡拉想要马蒂尔趁这个时间来这里陪自己 毕竟两个人平常并不在一个城市 慕尤拉听后向他介绍了一处房子 但是因为今天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不能立刻带他去看房 两个人约定明天一起去看房 镜头一转 远在威尔斯的马蒂尔正在和朋友讨论着女朋友出轨 朋友表示 女朋友的不忠会让他嫉妒得兴致勃勃 马蒂尔惊讶于朋友逆天的想法 他绝不能忍受自己的女朋友去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 而朋友则对他说 绝大多数的女人对性都是渴望的 这时卡拉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好了 电话这头卡拉已经忍不住要和马蒂尔发生点什么 但是他只能通过抚摸来安慰自己 马蒂尔听着卡拉逐渐模糊的声音 他开始怀疑卡拉是不是已经背着自己和别人上床了 第二天卡拉和莫尤拉一起去看房子 卡拉一看到白色的房子 加上大大的窗户就喜欢的不行 可是房子他看中了 但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钱 这时站在一旁一直观察他的莫尤拉 表示自己会给一个特惠架 卡拉直接开心到原地起飞 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莫尤拉眼中充满了对他的情欲 看着卡拉性感的翘臀 莫尤拉逐渐开始变得喘息 随着温度的升高 莫尤拉主动去闻卡拉的胸 舔视他的每一寸皮肤 两个人的每一次抚摸 手掌与肌肤一次又一次的摩擦 光影打在两个人身上 像水流过一样此起彼伏 另一边 尽管马蒂尔赌气的说自己不会去找卡拉 隔天 他还是按照约定 帮卡拉拿药带去给他的蝴蝶内裤和书 马蒂尔来到卡拉家楼下 想让卡拉的父亲帮自己找卡拉药的东西 但是卡拉父亲并不知道东西放在哪 就直接让马蒂尔去房间里自己找 昏暗的房间 一抹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马蒂尔借着那一抹光亮 在卡拉的房间摸索着 最后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卡拉药的东西 看着内裤 他想起了与卡拉的第一次 那是在一条小船上 马蒂尔划着船桨 卡拉穿着红色短裤坐在船头 突然卡拉将内衣退去 引得马蒂尔一阵痒痒 这时有另外几个划船的人经过 纷纷被吸引了过来 马蒂尔连忙将船划到无人的地方扑了上去 回忆完小幸福 马蒂尔开始整理柜子 结果手里的书不小心砸到了下层的柜子 没想到这个柜子竟然有夹层 马蒂尔在夹层中 发现了别的男人给卡拉写的情书 厚厚的一打信中 还有卡拉的回信 马蒂尔一时间怒火中烧 他一边忍着怒火 一边看两个人的通信内容 最后他还在信封中 发现了卡拉在沙滩上的裸照 看着自己被绿的铁证 马蒂尔再也坐不住了 直接拿着照片和信准备去找卡拉 而这时搬好新家的卡拉打来电话 邀请马蒂尔来这陪他 可马蒂尔因为自己被绿正在气头上 他甚至怀疑卡拉在自己不在的日子 早就和别的男人搞上了 事实好像也确实如此 马蒂尔气愤的在电话里骂卡拉婊子 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卡拉 也是被气得抓狂 在新房子里一顿发狂 就在他一个人生闷气的时候 莫尤拉打来电话 邀请卡拉参加朋友的聚会 卡拉一听 马上又来了兴致 马上穿上性感的小裙子 镜头一转 卡拉来到派对 这个派对真是不一般 这简直就是个约炮俱乐部呀 里面的男男女女随心所欲 聚会上的女人 一个个都撅起自己的翘臀 来了一个美臀比赛 莫尤拉带卡拉认识了自己的朋友 这是一个短发男走了过来 色咪咪地盯着卡拉 莫尤拉向卡拉介绍说 这是她的前夫 短发男主动邀请卡拉去跳舞 在两个人跳舞时 短发男不停地往卡拉身上靠 慢慢地 她的手开始往卡拉的翘臀上伸去 卡拉享受的表情 让短发男受到了鼓励 手顺着卡拉的臀往裙底探去 嘴手将裙子撩了上去 卡拉一时间春光乍蟹 眼看两个人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卡拉也要上厕所为由离开了 眼见倒嘴的肥肉要飞 短发男随后也追去了厕所 他们先将厕所的门反锁 将卡拉压在厕所的浴缸上 和卡拉发生了关系 外面的莫尤拉发现卡拉不见了 再仔细一看 前夫也不见 她一想到前夫以前的德行 马上就开始寻找两个人 当她来到厕所时 两个人已经完事了 莫尤拉在门外听到了卡拉的哭声 当她走进去的时候 看到卡拉并没有穿衣服 莫尤拉表现出对卡拉的异常关心 卡拉向她抱怨马蒂尔的混蛋行为 莫尤拉便安慰她 便将手伸向了卡拉的身体 想要和卡拉发生点什么 原来莫尤拉是个雷斯鞭 她和短发男一样 也是缠卡拉的身体 莫尤拉趁卡拉情绪崩溃 把卡拉骗到了她的身下 其实在卡拉去参加聚会时 马蒂尔给她打来了电话 想要听她的解释 只不过卡拉外出忘记带手机 并没有接到电话 这边马蒂尔在上课的时候 还在想着卡拉和那个男人的事 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课 一边不停地拨打着卡拉的电话 晚上 马蒂尔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还是决定去找卡拉说个清楚 第二天一早 马蒂尔满肚子郁闷 赶到卡拉的新房子 见到的却是没穿衣服的卡拉 马蒂尔嘲讽道 你平常也是穿成这样去开门的吗 她将克莱斯给卡拉写的情书 以及那张裸照扔到她的面前 要卡拉向自己坦白事情的原味 这边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浴室里 刚洗漱完的莫尤拉走了出来 马蒂尔看着他们一个穿着睡衣 一个什么也没有穿 在想到之前卡拉对自己说 莫尤拉想要勾引她上床 马蒂尔忍着怒火将莫尤拉送走 莫尤拉走后 愤怒地质问卡拉 是不是和克莱斯上床了 看着自己被翻出的私密照 原本还想剿灭的卡拉也无言了 马蒂尔一边威胁 一边引诱着卡拉 让她告诉自己实情 卡拉为了挽回两个人的关系 就向她说起当晚发生的事 原来克莱斯和卡拉是同学 那一年夏天 同学们互相约着一起去海滩边玩 刚开始的时候 是几个同学成群结队地在一起 慢慢地 卡拉就调出了队伍 他就和同样是一个人的克莱斯结伴 当时的天气是三复天 还是正午时分 是最热的时候 来到海边 卡拉脱了衣服就往海边走去 一旁的克莱斯 不知是为了避暑 还是想接近卡拉 就和卡拉一起下了海 在水里 两个人不免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两个人之间自然而然有了暧昧 回到岸上 两个人都没穿外衣 一时间加上气温升高 刺下无人 两个人干柴烈火 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事情结束后 克莱斯拿出相机 随手给卡拉拍了照片留念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听完卡拉的回忆 马蒂尔非但没有平静 反而对卡拉破口大骂 他不能接受卡拉在两个人在一起时 还背着自己和别的男人上床 一气之下摔门离开了 不知不觉就走到一个公园散心 结果却遇到了一个偷窥狂 让人碎三观的是 他偷窥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乱搞 他似乎对此还异常的兴奋 这让马蒂尔想起了 自己与邻居妻子发生的一段出轨往事 邻居是一名海手 常年不在家 一天晚上 马蒂尔外出散步回来 看到夜晚一个人在晕衣服的女人 夏天的夜市异常闷热的 女人穿着薄丝的睡衣 汗水清透了睡衣 玲珑曲线被描绘得更加魅力诱人 美人在前自然不能辜负 马蒂尔拿起一支烟 走上钱庄座去借火 而女人更是主动地坐在窗户边 帮马蒂尔点烟 两个人的情欲就像是被点人的烟 撩着极可难耐的皮肤 让人不能自持 但因为女人是有夫之妇 马蒂尔还是有点怕的 还是听到女人说 丈夫出海 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呢 才敢为爱做点什么 可就在两个人正在为爱鼓掌时 马蒂尔意外看到了 躲在门后偷看的邻居 他当即就要跳窗逃跑 但邻居妻子却玩耳一笑说出 自己的丈夫就好这口 马蒂尔当时觉得无法理解 但现在自己的想法 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马蒂尔想到了雕塑上的那句话 人活在世 爱是不需要禁锢的 男人女人想要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就不应该总是纠结于过去种种 过去的事情终究已经过去 这时他也想起了卡拉的千般好处 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忘不了卡拉 于是就主动给卡拉打电话示好和解 而另一边卡拉 还在因为马蒂尔的愤怒离去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还专门手写了悔过书 所以当他接到马蒂尔的电话时 高兴的手舞阻导了起来 卡拉是一刻也不敢耽误 穿好衣服 非奔着去找马蒂尔了 见到他 卡拉不停地向马蒂尔道歉 请求他的原谅 并把自己写的悔过书递给他 以证明自己的真心悔过 马蒂尔接过悔过书 连看都没看直接扔在了地上 拉着卡拉的手向树林深处跑去 意图不言而喻 电影中的卡拉为了获得真爱 在几个男人之间徘徊 影片中的几名男子 他们代表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几种看法 导演试图通过卡拉和他们之间 发生的故事告诉世人 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 如果一个女人大胆地追求心爱 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障碍 纵观全片 抛开各种肉肉横飞的情节 在色彩的搭配上 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了 基础色调整体亮色调 电影中每一段情势都很顺其自然 几个片段还是发生在野外 巴拉斯将女人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 用梦幻的镜头将女人的身体拍得美轮美奂 导演基本上都是以突出的性特征来表现性之美 比如会用笔法 颜色 夸大女性的第二特征 使画面更加洋溢着高贵的美 尽管也存在一些带有情色成分的作品 夸大性反应 性场面等 但总的来说 意大利人是通过性来表达对爱的理解 强调爱的精神本质 性也是爱的另一种表现 因为爱才有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丹妹 我们下期再见 没关系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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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